欢迎进入汉天生活报道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济南市重点对外合作项目经贸代表团 5月28日上午抵达洛杉矶 访问了美国山东创新创业基地总部 并未设置于在基地内的济南市济阳区 美国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揭牌 由山东省济南市发改委主任 济南市新旧动能转换办公室主任张约良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受到美国山东创新创业基地主任华人频道 美国分频道总监丁宁等官员的热烈欢迎 并举行了座谈会 由山东省济南市发改委主任 济南市新旧动能转换办公室主任张约良率领的 济南市重点对外合作项目经贸代表团 5月28日上午 访问了位于洛杉矶 济南市的美国山东创新创业基地总部 并为设置于基地内的济南市济阳区美国经贸文化交流中心揭牌 代表团一行受到美国山东创新创业基地主任华人频道 美国分频道总监丁宁 山大美加校友会副会长冯哲 美中科教基金会代表陈大凯 山东创新创业基地副主任等官员的热烈欢迎 并与代表团成员亲切座谈 丁宁总监和张元良主任对于双方合作表示期待 这次济南重大项目世界代表团能够到洛杉矶 到我们山东创新创业基地 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我们希望能够立足北美 面向山东 面向济南 把济南打造成 早日成为国际华达都市 建成大强美国虫 作为我们美国创新创业基地 应该去加强与他们的合作 交流通过北美的新闻媒体 以及我们的创业平台 为家乡服务 希望大家能够这次来美国 多走走都看看 与高端企业 现代服务业 以及我们的美国的各个新闻媒体 更加的交流结合 济南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当年老舍曾经有一句名言 上帝把夏天的艺术给了瑞士 把春天的艺术给了西湖 而唯独把秋天和冬天都给了济南 所以这次我们济南代表团 到洛杉矶来进行友好对接 感到非常的荣幸和高兴 这一次呢 经过丁京主任的介绍 我们和这个洛杉矶 山东美国创新创业基地进行联手 打造我们济南的新的 山东济南创新创业基地 而且呢 这个创业基地呢 整个在济南市全面布局 为济南市下一步开创 大墙美富通的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创造良好条件 济南代表团持持访美的目的 是希望推进与美国企业 在相关领域的技术 人才和资本务实合作 实现融合 汉天卫时记者 吕立川 洛杉矶 普玛纳市采访报道 长周末结束了 大家有好好休息 或者出去旅行吗 而就在国丧日假期 不少人把假期过成了忌日 国丧日周末 加州公路巡警十分繁忙 截至27日中午 警方已逮捕了近1000名酒驾者 此外 加州公路车祸也频频发生 警方已经调查了17起致命事故 其中涉及21人死亡 伤亡人数还会增加 公路巡警27日的报告称 当日傍晚在旧金山蜡烛台附近的101号公路 还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 一辆从旧金山向南驶的汽车 在行至现场时遭人枪击 车上一男子中枪 旧金山警方和公路巡警赶到现场调查 立即关闭了101南向的所有车道 中断南向交通 据南加州汽车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 今年国上日有335万南加州居民出行 至少50英里 而在南加州的游客中 开车出行的人预计有278万人 为了应对国上日常州末繁忙的交通 加州公路巡警推出了最长严格执法期行动 警员们都在高速公路上严格执法 打击各类酒驾 要驾 分心驾驶 以及不系安全带的违规行为 同时给在公路上遇到车子抛锚 发生问题的驾驶员提供帮助 而在长周末开始的30小时内 警方就逮捕了741名酒驾者 截至26日 18名死者中一半没有系好安全带 在这里对逝去的生命感到惋惜 也提醒大家务必要安全驾驶 不要危害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5月26日晚 一名华人男子被一名墨西哥裔女司机追尾 对方为了掩盖证据 居然将这名男子拉进自己的车内 绑到了荒山野岭 更让人感到愤怒的是 当警察感到失 对方居然烦咬一口 称是这名华人男子试图对他进行抢劫 事情发生在5月26日的Chino 当时是晚上7点多 该名华人男子在正常驾驶的情况下 被一名墨西哥裔90后女子追尾 但擦伤情况并不严重 对方表示自己的保险在车上 于是回到自己的车座位上 试图将保险单从副驾驶交给受害者 谁知该男子刚把半个身子探进去后 这名墨西哥裔女子就一把将他拉进车内 随后猛踩油门 这名华人男子只得被迫上车 车子在城市里乱窜一路 从Chino开到了Riverside County 行驶过程中 男子不敢跳车 生怕对方会将自己撞死 最后该名墨西哥裔女子将车辆驾驶到了荒山野岭 受害男子甚至担心自己会被对方灭口 当这名女子停车试图拖拽受害人出车门时 受害人一脚踹在了该女子的腹部 并赶紧关上了车门并且报警 然而让人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了 当受害男子拨通911后 这名墨西哥裔女子猜到受害人要报警 于是赶快回到了自己的驾驶位 并对着电话那头大喊 我带你去银行 给你钱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这名女子还试图抢过受害人的手机 并在这个过程中用拳打伤了受害人的肩膀 由于看到受害人报了警 于是这名女子也用自己的手机报警称 有个陌生人上了她的车不愿离去 事后有两辆警车到达了事发现场 受害人告知警察自己是被强行拽上车 但对方却反咬称是受害人自己主动强行上了她的车 由于车祸是在Chino发生 所以当地警方只是做了简单的报告 让双方去Chino当地警局做进一步报告 对于双方的各执一词 警方并没有采信 也没有做出任何逮捕行动 另外从警方处得知 这名西医女子是一名非法移民 去年11月刚拿到驾照 类似的情况很常见 很有可能会作为不利案的处理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上车 对方做的口供可能对你不利 所以不管是否自愿 一定要想报法逃脱 在之前很多劫持案中 很多华人朋友表示 应该在身上带有匕首或者武器 在此也提醒大家 携带武器很多时候可能会对自身不利 也会出现如上述男子这样被反咬一口的情况 但可以随身携带防浪喷雾 辣椒水等这类防御性武器 这样既能保护自己的安全 又能防止被人返污 近日呈现Santa Ana警局出奇招 整治涉嫌色情犯罪的相关人员 从2019年5月27日 凡是因卖淫嫖娼娼被逮捕的人 将会被警方挂到网上 并晒出名字和照片 包括嫖客 卖淫者和劳保 由于当地色情行业发展如火如荼 警察抓人已起不到效果 不得已要利用社会舆论来遏制这种歪风了 为了达到最好的治理效果 当地警局专门设立了一个网站 将那些卖淫嫖娼人员的名字 全部放在上面公事15天 将丑闻公众于众 以借助社会舆论压力 来质押当地日益猖獗的卖淫嫖娼 这项政策从2019年5月27日本周一开始 所有因为卖淫嫖娼相关罪名被逮捕的人 他们的姓名和照片都会被放在一个由 Santa Ana警局管理的网站上 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 这种惩罚堪比古代的游街势众了 不过照片在公布满15天后会被自动删除 据了解 Santa Ana在南加州地位相当于整治前的广东东晚 这里是南加赫赫有名的卖淫重镇 尤其是哈勃尔鲍娃一带 生意特别好 形成了一条专业的色情走廊 仅仅在过去一年之中 警察在此地逮捕了300余名卖淫嫖娼人员 但是仅仅靠警察单独执法 显然是不能根治黄色毒瘤的 在扫黄这一方面 最好还是要借助群众的力量 大家都来监督 因此该市警方表示 一方面会加强便衣警员巡逻 另一方面要运用社会群众的力量 最后公开被捕和被控卖淫嫖娼的 相关犯罪者的身份 利用整个社会舆论来彻底扼杀 色情行业的发展 很多卖淫女子是被迫的 她们属于被剥削的一群人 因此警方决定嫖客和劳保 一起抓 这样也能警告那些想要嫖娼的人 让他们在欲望和法律的制裁之间 做出一个考量 从源头上把色情行业掐死 而这也对打击人口贩卖和非法卖淫 有着积极的作用 同时还给Santa Anna一个干净和谐的环境 近日总统川普提出的全面移民改革方案 整个移民政策要重新洗牌 亲属移民或将遭受重大打击 尽管这位赶格方案在国会批准之前 仍存在的很大变数 但这也许成为未来美国移民的新趋势 如果川普新政策能够完全执行 那么将对以下四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 绿卡不能为配偶申请移民 如果川普政策成功实施 绿卡持有者将不能为配偶申请移民 不仅如此 绿卡持有者也不能为他们的父母申请美国移民 在联邦政府的这份提议中 如果一个单身的人在美国取得利卡 那么直到他获得美国国籍之前 都不能为配偶申请移民了 第二 现在排期全部清零 目前美国大约有400万等待亲属移民和雇员移民的申请者 其中亲属移民高达360万 220万是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 95万是公民的成年子女 另有47万是永久居民的配偶或是子女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排队者来自中国 而联邦政府在考虑是否要将他们的排期全部清零 有移民专家分析 在现有排期队伍中等待移民将失去他们的位置 并且需要在新的计分系统下重新申请 目前由于排队的人太多 有部分类的签证积压年数高达数年之久 白宫发言人表示 这些正在排队的绿卡移民 在新的计分系统里可能获得额外分数 同时现有的绿卡分类 也可能被川普推出的新移民政策建设美国所代替 如果排期全部清零 那么所有的申请者都将重新洗牌 其中损失最大的当属申请羁押者最多的中国和印度 他们将重新竞争位置 如果申请者太多 政府选择择优优录取 高学历高技能人员会被优先考虑 很多不会说英文的中国移民申请者将希望渺茫 第三绿卡申请需要考试 目前只有绿卡持有者申请美国公民时 才需要通过英语读写能力的考试 联邦政府为增加难度 绿卡申请者在申请前也需要通过知识考试 证明自己英语的熟练程度 国际生活受打压 尽管川普的政策希望吸引更多的高技能人才 优先考虑具有专业知识的留学生 但是 H1B拒签率飙升 2015年减为6% 2019年却跃升至32% 高技术人才移民申请通过率越来越低 此外 川普还一直想要取消部分的H1B配偶的工作资格 进一步收紧 H1B本身的使用范围 而留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的申请费也一路走高 对于这样的新移民政策 你准备好了吗 以上就是今天的寒天生活报道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